剩下炒麵和炒麵 你們每天都拿一盒回去做晚餐 我今晚約了人吃飯 媽媽, 這一碗你自己吃飯, 你來 其實爸爸, 我這盒胖子很多 要切澱粉質 姐姐, 做… 什麼?我過五百吃的 午餐 炒麵還可以的, 炒麵我不行 爸爸 人哥, 你有什麼事? 我忘記了, 家裡沒有牙籤 剛才忘記在酒樓那裡拿 你們不是那麼笨 牙籤的名字都不自己買 就去回酒樓這些東西 弟弟, 你小心點 你看, 知道你全身都是 快點去廁所, 洗乾淨 人哥這種不驅小姐的性格 他會介意什麼? 你看他… 好, 轉身 這件衣服是David送給他的 他當然不敢有職 什麼事? 白叔, 你來叫什麼? 幸好脫掉了 均叔, 你們買滿了三百元 可以送給白叔嗎? 好啊, 我家蓉蓉蓋子剛剛斷了 新人, 你叫什麼鬼? 不過你的頭多了幾條白頭髮 我整天都是 你叫什麼鬼? 我家蓋子做佛跳場, 我很震驚 傻了, 佛跳… 鮑魚、海參、花膠、軍、瑤柱 真是佛跳場, 你看 俠, 今天是什麼日子? 什麼什麼日子? 我家蓋子, 我喜歡熬就熬熬, 不行嗎? 棘筋是怕冰箱裡 發了海參花膠和鮑魚會壞 所以就趕快煮熬 你怎麼知道? 怎麼搞的? 樓下大大隻字貼在這裡 今天沒電 我家蓋子, 為什麼經過我看不見? 你一向都這麼粗心大意 這麼大? 但是現在這碗佛跳場 還吃不吃? 讓我吃, 大趕吃小趕 你不要吃 真的壞了? 這碗東西沒壞到 不過是很補好補的 弟弟, 你吃完之後 我怕你補得中氣十足, 亂買 鎮農那雙耳朵怎麼辦? 你去哪兒? 不要炸了, 別炸了, 別炸了 整天說我吵 你知道嗎?你們比我還吵 我快點叫什麼? 我吵了, 真是大膽 這幾個月後我都不休了 我回來了 想你叫什麼? 我按那三個電話 盡量讓我按下兩晚的頻道包包 你叫什麼? 那下給了我三百分, 什麼提示? 我吵架, 你幹什麼? 我總之搞定了明天和時司的寶寶 我吵架 你們個個都吵到鬼捏頸一樣, 是不是? 人哥, 你是又喊, 不然又喊 心血少一點, 我也要被你嚇死了 口罩在我那裡 我想怎樣就怎樣, 是不是? 急事點 你不要吃了… 謝謝你 你別吃了… 你別吃了 叔叔在那裡胡亂叫折磨死我們嗎? 真的要想辦法對付一下他才行 我趕著你, 看你怎麼喊 你以為這樣就可以阻礙我了嗎? 神經病, 太便宜了, 沒膠關了 我去老海樂, 喝不喝? 喝… 這裡在幹什麼? 別弄, 我已經查過了 哪個頸巾可以讓腥蛋鬆鬆 叔叔叫不出來 對, 真是叫不出聲 不出聲 八糟 適當的宣食食物 會令他聲音帶失聲 約兩小時 叔叔, 你好厲害 你不是吧?錄得自己大聲? 这边说 我的心 一個一個, 為何不吃東西? 大家的臉色都很差, 昨晚睡得不好嗎? 發夢夢倒你, 怎麼會好? 我在夢裡做什麼? 你就是瞎大你的死人喉嚨在這裡 飆高音了 人家的天氣已經亂在這裡喊了 現在連晚上發夢也不肯放過我們 再這樣下去, 我會冤枉到病 那你現在說我, 是不是? 乖, 只是乖你心靈脆弱而已 是呀, 我一對著你, 看著你這個壞蛋 我就想起你喊的噪音 真是…什麼都不為口吃 一個人不敢對著我 我不吃了, 我現在要走, 不吃了 洪書人 我的天啊, 雙君 你還沒死… 你…你怎麼會去香港? 我回來吃了腹疹, 想去探望你的老朋友 腹疹? 聽到沒有?我現在跟我朋友去罪舊 我不和你們吃, 神經病 你又喊什麼? 我現在要喝, 不好意思, 急事我去廁所 我去這裡休息 爸爸, 你弟弟, 急事都喊的 不認識他的話, 以為他是神經病的 其實你們有沒有想過, 讀不喊他? 阿晞, 你們竟然怪洪書人亂喊 你們身為他家人, 別那麼沒人性, 好嗎? 將軍, 叔叔做我們的家人 常常在亂喊, 我們耳朵要受罪 他就沒人性了 他不喊你們才害怕 你怎麼這麼說? 好嗎? 你看看, 遇到驚嚇 要喊出聲是人的本能反應 我之所以不能喊是因為我是戰地記者 在戰場上, 無論遇到多大情緒上的落差 都要按住自己, 不可以喊 我們做戰地記者的 每天過的是槍林彈月的日子 見解是血肉模糊的場面 為了記錄戰爭的殘酷 無論內心有多恐懼 都不能讓自己喊 你一喊就好像情緒失控 要壓抑住 這樣才可以冷靜地拍下 一張由一張人間煉獄的照片 而這種壓抑, 久而久之 在我們心裡就留下了好心的創傷 是不滅的樂人 當壓抑成為習慣 即使離開了戰場 我們遇到驚恐的事都不會喊 對, 好像這個能力被封印了 沒有了發洩的本能 就算我們遇到危險, 有機會死 我們也沒有能力大捱 沒辦法向人求救 你怎麼被布料夾住這麼久 也不夠命 不然阿蘭向我, 醜了 你沒事吧, 想幫你按醫生 好, 不好意思 你沒事吧 隨便 隨便 慢慢收一下 隨便 你們沒看過, 也好像很冷靜 其實我也不知道多害怕 但我跟紅樹人一樣 都是喊不動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吳指紋 我是張景順 立即subscribe歡樂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新新出了一條專門為底地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啊